各位网友好,2022年的1月1日 跟大家在这个元旦祝新体健康 祝大家事事顺利 这一辑在标题上有讲 这一辑是讲 是怎样 是不需要 任何的钱 去移民加拿大 不单不需要钱移民加拿大 仍是可以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 就已经是 加拿大政府可以送一个工作签证给你 或者全家人 你可以正常生活 然后 还有是无上那么多的福利 包括是全部 即时就可以是 免费医疗 在大概 7日之内 就是免费医疗 30日之内 就是可以全部可以 随便打工 世界上哪有这么 大一个 夹拿 随街跳呢 这 就是 希望大家 用几分钟 听一听 如果我觉得 是 挺有用的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 或者是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这一集是这样的 其实我也挺懒 近乎比较少录影 我看了今天的YouTube 看了齐亚哥 他在德国的一个视频 然后其实我有听很多香港的网台 我经常都有听的 包括齐亚哥的我也有听 他今天特别呼吁了 因为他看了年灯 有些台湾的学生 或者香港的朋友 当然是比较年轻的 去到台湾那边 没有身份 连读书都搞不定 变成很彷徨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 是不需要任何钱 移民加拿大的方法 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今天所说的事情 其实是在2019年的9月 11月和12月 即是当时 很多吹铃弹的时候 我都有 专程回到香港 在维多利亚公园 旁边的余芯酒店 和尖沙咀 都有办过同类型的免费工作 就说给当时的年轻人 他们可以不用钱 免费移民加拿大 但是当时 2019年的反应 比较难淡 为什麽呢 就是 每个人都 心很红 我想他们 就不想离开香港 到今时今日 已是2022年的1月1日 很多时势 全部不同了 所以 我再将这些讯息 再重新讲一次 在加拿大做移民 即是现在移民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经常有接触同类型的个案 所以 我将一些 简单的案例 和大家分享 其中一种 就是 难民及庇护 难民及庇护 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美国有 加拿大有 英国都有 在这些五眼联民的国家 你是可以申请难民及庇护 台湾 因为它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 暂时未承认 所以 台湾就没有这个难民公约 变了来说 你在台湾 是办不到难民 这个就真是 去到那边 人字都很旁黄 齐瓦哥今天就是这样说 变了来说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 各位网友都明白 我一向 这么多年 说话 就 没有助手 也没有草稿 是直接 想那句 说那句 加拿大的案例是 全免费 一元都不用 是拿到移民资格 而又可以在7日之内 抵捕加拿大7日之内 就有所有的医疗 甚至乎不用钱读书 甚至乎不用钱读书 还有30日之内 就可以是有合法的工作权 所以 送友就是 再等多几个月 等这个政府 就是 考核了你 觉得面试你 觉得你真的 需要被保护 就是给你身份证 那是超级 无论这么快的 那现在我顺序 说一下案例 第一 所有申请人 可以在境内 加拿大申请 或者是境外申请 大家记住 如果在境外申请 譬如你 人现时还在台湾 或其他地方申请 加拿大的难民及保护 是很困难的 必须要经过联合国 因选你 觉得你真的难民 譬如说 好像以前的越南难民 他们就逃离了越南 去到马来西亚 泰国 在1980年代 由联合国 找了你们回来 当然可能在大海上救了你们 就在马来西亚 难民营 或者泰国的难民营 然后跟你见面 你可能分分钟 在那些难民营 已经住了几年 两三年 记不记得 以前1970年代 1980年代 香港都有难民营 在难民营 那些越南难民 住在香港十年八年 被联合国 去恩选 意思是去看 他是否真的 在越南走出来 以及他没有犯过 严重的罪行 恩选的过程很久 对不对 好了 证明你真的难民 又终终终 帮你安排去五眼联盟的国家 或者欧洲的国家 包括法国 让你们可以移民 这种在境外申请的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因为太慢了 远水不能够近火 不要说这些 不是说不可以 太慢 我们讲的是境内申请的方法 首先境内申请 即是说 假如任何一个人 他有两只眼一鼻 他用按例 对大家理解 我不是说 鼓励大家要这样做 我只不过说 如果有人是这样做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后果 或者是他的结果 会是怎样 以及我们加拿大的移民部 会怎样处理 按例 任何一个人 只要他有两只眼一鼻 他是飞过来加拿大 你记得我说飞 飞过来加拿大 或者是坐船 坐船就不理解 太平洋那么大 但虽然那么大 怎么坐船过来呢 是飞过来加拿大 你飞过来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能是 买正机票过来 有些人可能 行驶一些 例如打仗的地方 行驶一些 假户照过来 也不顶 也有些人 命证完顺 拿着旅游签证 或者免签证过来 总之不理会 你便飞过来加拿大 用任何的方法 当你来到加拿大 记住 你又到加拿大 你便下机 下机的时候 就是海关 海关就是检查护照 就是检查护照 在那一刻 开始 你一定要全部实话实说 不要有任何隐瞒 不需要的 而且很大方 很得体地跟他说 我要扮纳文 这是你的权利 你一说扮纳文 你不要以为 别人会很紧张 很诧异 不会 因为每天都不知道 很多人会这样做 好了 当你去到温哥华机场 或者多人多机场 你便 美国海关 美国海关 便可以表露身份 我想扮纳文 那时候 加拿大的官员 是很有礼貌 而且是很好的 他自然会帮你安排一个翻译 你讲上海话 你讲上海话 你讲香港话 你讲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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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了一个翻译给你 便会立刻去见移民官 就在这个机场里面 第一个面试面谈 不太久 但可能一个小时 便说完 为何要扮纳文 为何要扮保护 记住四个字 实话实说 你不要说大话 你一说大话便死了 即是实话实说 譬如说 因为什么原因 你不可以回香港 或者害怕回香港 当你害怕回回原居地的时候 是可以因为你的身体 有可能会被伤害 或者被添磨 也可能是心灵 你很恐惧回去 譬如新疆的人 他很恐惧回新疆 那便可以申请 香港人很恐惧 回到香港 他怕毛泽 好像是黄尺峰 被人抓了 立刻去坐牢 又或者立刻被拘禁 而又律师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你实话实说就可以了 好了 经过大概一个小时 便问你 原来你是香港人 原来你去了台湾 原来你现在台湾 来到这里 因为你不敢回香港 因为你不敢回香港 有什么原因 你告诉他 然后怎样呢 他便会先帮你保管你的护照 不是拿你的 保管 保管你的护照 给你收据 你什么时候不想办 保护及难民 你随时可以 问海关 即我们叫边防局 CBSA 去拿回你的护照 然后随时可以离开 只不过你离开 加拿大那一天 就等于你取消 不办 首先第一 他会拿着你本护照 帮你临时保管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 他会给你 又或者将来你拿到身份 他一样给你本护照 拿到身份 因为先拿了加拿大身份证 叫风月卡 拿了风月卡之后 你仍然都可以用回你的旧护照 然后你再在加拿大 连续住满三年 你可以换加拿大的护照 如果你是英联邦国家 你可以有几本护照 很少人都有香港护照 有加拿大护照 不过香港护照 一天都没用过 好了 在海关 他会拿你本护照 帮你保管 然后签一张收据给你 还有 他亦都会要你签一张 叫做 你愿意离境的离境令 什么意思呢 即是你现在申请难民及保护 如果有一天 OK 移民局觉得 你不是难民 你不是需要受保护 你回香港完全没事的 这样的时候 延民局不批准你的申请的时候 延民局就有权邀请你 请回到原居地 明白吗 所以在那一刻 你会签完这张指南 如果不批准你的话 你要自愿回到原居地 好了 签了这两份文件 接着可以离开机场 如果你没有地方居住 那你到时候跟政府说 因为 有任何的疑难习症 在那一刻 你跟政府说 政府都会 基本上你想要怎样 家国政府都会 立刻可以帮到你 我就不再多说那些福利了 但是这样 在机场那一刻 他还不特意 他还给了一张验身纸 你已经出去之后 什么时候去验体检 还有给了一封信 你说 从这一刻开始 你去看医生 住医院 做什么全部免费 哇 还有一张照片 写明 从这一刻开始 你去读书 可以不用钱读书 当独立学校 特别说大专业大学 或者说中小学 如果你有小朋友 他立刻免费读书 明白 就是一小时的时间 你有了医疗 你有了免费读书的机会 你也可以是 有了入境居留的权利 OK 还给了验身纸 让你随时可以体检 这样叫你一个月之内去体检 然后怎么样 三至五日之内 工作日 你就要见移民官 建移民官 在温哥华的市中心 或者温哥华的移民局 现在有很多个分店 分局 建移民官 今次就会久一点 大概个两两个钟 或者半日时间 这次建官是怎么样 它就会 详细地问回你 在海关问你的问题 详细的意思是 逐点逐点问 你什么时候来加拿大 你什么时候来香港 你为什么不敢回去 问得很详细 同时也会有一份表格 在这一天 交给你 那份表格大概是十二八页子 请你回去填 就是你现在口说 麻烦你回去再手写多次 还有两三套表格 就是你的家庭背景 以及你在过往十年 对你进出境的记录 以及有关你的经历 学历 都要填 因为基本上是准移民身份 很多表格填 大概二十三十页子 好了 这只是几天 同时间 给你完大表格 还给你一张行街址 香港人叫行街址 那张英文就叫做 是难民或保护的 申请人的一个申请证明 或者是form 上面会有你的照片 因为即时帮你拍照 那张就是你的临时身份证 这个临时行街址 就是临时身份证 很powerful 你可以拿去考牌 读书 做什么都可以 至于工作签证 政府规定是什么呢 即是什么时候给你工作呢 政府规定是 大概一个多月左右 不会过六十天 就会自动寄一个工作签证给你 大家要理解 但是香港人无故事 无故事要扮认工作签证 可能分钟要花几十万港币 但是这种方法 就一元都不用了 不过这样 如果说一个多月寄给你 多数都慢 如果到时他不寄给你 到时你问一问我 打电话给Eric 喂Eric 他还不寄给我 三十天了 我真的教过方法 给你上网 吹吹他 送一张表格去 那么很快 他又会自动寄 工作签证给你 当时行街址 就有了 三十天左右 就有了工作签证 然后你又免费医疗 你读书又可以不用钱 基本上 你读英文又不用钱 接着你又可以做事 做事的话 时薪我们有十五个多人钱加币 平均你做 即是做一份最基本 就算你去买汉堡包 你一个月平均是三千元加币 扣买税也有二千六 二千七 那么生活指标的点 就是八百元 就是用一间普通一点的 八百元的房居住 那么如果你想浩一点的 就是一千元一千二元 你说你有二千六元在手 扣了税之后 你用一千二元 就给了租 你还有大约一千四元 一千四元 一千四元 你如果吃到九百元一个月 现时的东西就贵了一点 你已经趁一趁一趁一趁 自己住 我不是出家吃 那么还有五百元可以存 那五百元存的话 一个月存五百 十个月存五千 那便足够你在暑假时 还游整个加拿大 是不是很好呢 就算你供一架车仔 喂 月供也是三百元 三百多元 现在是便宜的车仔 你买的二手车 三四千元 搞定 有车有得住 有得吃 OK 自给自足 OK 还有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真的有经验 有能力的时候 然后在加拿大找工 我们不会问你是否难民 或者是否受保护 我不会问你身份 因为不准备这样问的 我们只是问你的resume 你的学历 因为我们请人 连你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问 你是不是已婚未婚都不能问 有没有小朋友都不应该问 如果要问这些毛利头问题 要说明这些问题是optional 你可以不回答 这样说也可以 好 因为请人就是以财干 这些是很厉害的 有IT也好 或者你真的懂得做一些 有技术 例如做面包 做饼 做蛋撻也好 你赚的工资 当然不是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是三千元加倍一个月 你还可以赚五六千元 对不对 那时候真的发达 好了 一个星期 刚才说完 你见完那个官 会给人逛街市 接着就是体检 体检 体检就是检验两种 一 你有没有神经病 二 你有没有SARS 有SARS 现在已经医轨了 神经病 你有神经病 我想你都不能进来 不会飞机进来 也不会看这个视频 也不会看这个视频 好 因为严重危害健康 或者危害其他人健康 才不能通过这个体检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通过 好 你可以正常生活 正常是跟加拿大人一样的生活 时间多久 就是一个星期之内 记住 这个是Eric 梁浩东 在2022年1月1日 所发布 告诉大家的讯息 其实不是现在有的 一早都有的 只不过以前一直扮开的 比如找到我们扮开的时候 大部分我发觉都不是香港人 以及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需要受保护的人 如果你真的需要受保护的 你就应该马上可以想一下这个方法 好了 那什么时候 所谓难民庭 或者法官会见见你呢 在未有新冠病毒之前 未有新冠病毒之前 但六个月之内就要见了 但现在有新冠病毒 大家都在home base 不做事 差不多会拖到年纪 有时间的 但不要担心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已经拥有了所有的福利 你已经有所有的工作 你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OK 你读书的读书 工作的工作 等年纪两年 不随便去等 OK 只不过 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 你不能离开加拿大 因为你一离开加拿大 就等于你取消申請 这意思而已 什么事都没有 等于你不假扮 这意思 突然突然取消呢 好了 假如你是有家庭的 有小孩的 或者有太太的 那便送的了 即是说你拿到 你太太也拿到 你的小孩全部都拿到 一家人的 OK 如果你一个人来扮 这个男人及保护的话 你的老婆子女 是同时同一 是拿到相同的福利 需不需要一元钱 没有 一元都不用 需不需要给钱任何人 一元都不用 OK 那还有 在你以后出庭的时候 你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你说我没有法律 如果是律师代表 政府会送的律师给你 当然可能是比较经验少些 但是记住 如果你实话实说 又怕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变成了 这个是最佳的方法 与其如果你是在某个地方 包括在台湾 你工作又不行 读书又不行 有没有身份 不知怎样 灯灯切 浪费时间 OK 那你想一下 原来这个案例 是真的可以帮到很多人 加拿大一年收多少难民 平均收2万到3万的平均 当然来自五回四海 但是最近加拿大大门 其实是开放给香港人 有需要的人 当然是年轻的这一辈 OK 另外一方面 下一节 我都会讲一讲 你又不是年轻人 你又不想去扮难民及保护 那又怎样呢 那种要付钱移民 付钱移民怎样做法呢 我可以在下一节 告诉大家 OK